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近來非常積極 就著台海兩岸形勢表態的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他最近又在微博上改了口風 本來他就信誓旦旦地說 說各方都應該確守不開第一槍的原則 以便將風險保持在可防可控的狀態 但他最新的一條貼文 又為台海的形勢切了一條紅線 而且還說到一旦開拖 民進黨當局有可能會被壓解到大陸受審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整篇文章首先說到 老虎主張在當前敏感局勢之下 解放軍、美軍和台軍都不打第一槍的原則 有些人馬上指責老虎軟弱 其中有些對老虎說的話是斷章取義 以此來攻擊老虎 老虎說不打第一槍並不是意味著 北京在認定台獨已經踩了紅線的時候 自綁手腳 那條紅線到底是甚麼呢 他就說了 他說 民進黨當局如果誤判形勢 和美國發展出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 所禁止的正式官方關係 那就是必須準備迎接來自大陸的軍事打擊 一旦局勢發展成為全面戰爭 那些分裂國家最大惡極的人 或者是會被消滅 或者最終會被壓到大陸審判 他說了那條紅線出來 就是美台之間不能發展出一個正式的官方關係 其實這條紅線都是相當微妙和吊詭 究竟何謂正式的官方關係呢 比如說 美國在2016年的時候 就通過了台灣旅行法 確立了美國的高級官員訪台的法律基礎 好了 去到今年 終於有衛生部長瓦澤訪台 以防疫合作之名 誰人都知道 其實派過去 防疫就是面那陣 底那陣就是向大陸示威 抗議 特地派高級官員過去 好了 到底是否正式的官方往來呢 明明大陸方面都是想叫停 叫不停 那這個算不算是呢 而且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力英傑 在昨天 去了金門炮戰的公祭和追思活動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美國在台協會 並非是一個官方機構 官方機構是什麼 是美國駐華大使館設立在北京那裡 所以這個就不算 但是他那個示威的意味都非常之強烈 走到第一島鏈最前沿那裡 去紀念一場發生在62年前 成功抵禦解放軍進犯的一場戰役 而且這場戰役正正是由美國第七艦隊 有份持援國軍 到底這個意味又是什麼呢 算不算會被胡錫進界定為正式的官方關係 可能就不算了 是否利英傑處長不是正式的外交人員 是否可以理解為 只要美台之間不是正式建交的話 大陸就不會出動呢 另外他提到 一旦台方觸碰到紅線的話 那些分裂國家的最大惡極人士 將會被消滅 或者會被壓到大陸審判 即是台灣當局的人員 問題就是 他似乎是有必勝的把握 因為他提到要把那些罪大惡極的人消滅 或者是壓回大陸審判 即是一定贏了 但是到底他哪裡來自信 是有必勝的把握呢 是否他判斷得到 一旦大陸出手的時候 美方會按兵不動 他是會坐視不理 是否不會介入 不會干預台灣問題 這個其實就是大陸最忌忌的地方 一直以來 就算看他們的文章也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他現在又寫得這麼斬釘截鐵呢 奇怪 然後他就說 有人說 解放軍只是演習不動手 沒有用的 老虎就說 錯 錯 軍隊的一大作用是震懾 最高的贏法就是不戰而屈人 解放軍的軍演是很起作用的 軍機平時擾台飛行也是很起作用的 他們都在反覆重描 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劃出的底線 老虎就認為不戰而屈人是最高的贏法 還說軍隊是有威懾作用 但是我們又看歷史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 大陸一樣有很多飛彈對準台灣 李登輝的年代 陳水扁的年代 這些人似乎沒有被人威懾 當時蔡英文當局 有沒有被大陸方面威懾 大陸當局已經派出軍機 似乎進犯了台灣的領空 而且又在台灣島南北兩端 真是很遠的地方 不是基隆港和屏東對出 遠一點的 在這兩塊地方進行了軍演 似乎是否威懾得到 台灣當局還製作一條短片 說枕歌代彈 而且近來有一位美國軍事記者 他在福布斯網站上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 解放軍艦隊展現出創意 或者可以叫絕網 什麼事呢? 原來央視的軍事頻道 發放畫面清楚顯示 近來解放軍 香港將一艘鎮華28號的民用半潛船 改造成一艘軍事用船 有一艘直8艘運輸直升機 以及直19的偵察直升機 在這艘民用半潛船的甲板上 被人說你很有創意 我又覺得這個記者 又不可以這樣來評論 經常拿美國來比較 當然是比下去 老虎自己也承認 我認為應該要跟舊史比較 到底有沒有進步 如果跟舊史比較有進步 已經是不得了 頂呱呱了 起碼來說 加鎮市這艘鎮華28號雙船 已經完成了兩艘軍用直升機的升降行動 比起當年李鴻章和丁宇昌的北洋水師艦隊 嘩 真是突飛猛進 現在真正做到船堅砲 所以想想想 老虎說有威懾作用 我認為是真的 真是嚇到他 鼻孔都沒有肉 這麼厲害 而且老虎還說到 不管有些大陸的網友怎麼想也好 台灣當局很相信 他們如果越過紅線的話 解放軍會立即揮屍攻堂 他們玩這個撤香腸戰術 就是要避免遭到覆滅的懲罰 更來 解放軍大幅地提升了演習強度 就是要打掉他們通過撤香腸 撤出台獨終極目標的幻想 事實上 解放軍在四個海域 分別在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 進行了多次的軍事演習 在8月份的時候 在渤海方面又怎樣呢 8月24日至9月30日 渤海海域將會執行實彈射擊活動 相關海域進行軍事訓練 是禁止船隻駛入 黃海方面 連雲港至青島黃海海域 自8月22日中午至26日中午 相關海域會進行軍事演習 旋隻禁止駛入 在東海又怎樣呢 東部戰區海軍航空兵一旅 在東海某海域上空 展開了跨就夜的訓練 20日 東部戰區的杭州艦、泰州艦、徐州艦 這次沒有賓州艦 在東海海域展開了多場實戰化訓練 南海方面又怎樣呢 今天凌晨零時至29日的凌晨零時 在海南島東南部海域將會進行軍事訓練活動 禁止船隻駛入 解放軍真的在相關海域頻密地進行軍演 可以證明老虎是所言非虛 但他說 如果台灣當局越過紅線 老虎就會立即揮師公道 這個說法其實都不新鮮 當年陳水扁剛剛上台 台灣第一次進行政黨輪替的時候 為何陳水扁會提出所謂四不一沒有的原則 就是為了保障台海之間 不要出現軍事衝突 當年的四不一沒有是甚麼 他說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 他陳水扁保證在任期之內 不會宣布獨立 不會更改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入獻 不會推動統獨議題的公投 沒有就是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的問題 所以 現在老虎所說的所謂底線也好 紅線也好 其實都是說 一旦他真的台獨的時候 老解就是會有所行動 他只要不搞這件事 不說這件事 或者不推動這件事 其實跟20年前陳水扁上台的時候 有甚麼區別呢 這些說法是不新鮮的 當然他老虎也補了飛 他說這個時候如果拆槍走火 戰爭就有可能意外爆發 將會意味著高度的不確定性 三方都強調不打第一槍 對管控局勢顯然能夠起到一定幫助 其實這個說法跟他的紅線論 底線論是有矛盾 你說到一旦台灣當局 越過了紅線底線的話 就會動手 但是現在你說 三方都說不打第一槍 那麼他越過了紅線 你打不打第一槍就好 那你會打第一槍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 不打第一槍的 純粹是就著 不要拆槍走火來講 那就變成了 完全轉了口風 就不同了 因為之前 當老虎提出不打第一槍的時候 他是沒有說過 這個什麼紅線底線論 現在就把這個 所謂紅線論 底線論搬出來說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有本質上的不同 是轉了風向的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